熱血製造最強頻度 PassionTimes.hk 今日我們熱血公民連同普羅政治學院 本土民主前線 一些本土的組織 在全香港18個地區 擺放紀念六四的街上 今年我們主張六四集會遍地開花 我們認為紀念六四是不需要集中在維園的 其實每個地方都可以這樣做 而我們認為紀念六四的原因 是因為你要知道六四的事件 是八九年六月四日在天安門廣場 一個政權屠殺它的人民 共產黨在六四當日屠殺它的人民 我們要記住 我們要知道 這個政權其實同時是同時在我們 我們要記住這個政權 有一天也都有機會 向我們作出這個傷害 作出這個屠殺 所以我們認為平反六四這件事是沒有意思的 我們要的是打倒共產黨 推翻中共的政權 香港人要站出來為了你們自己的利益 為了捍衛你們自己而站出來 我們不再需要 我們不再需要 只是在六月四日這個晚上 去維園那裡唱歌 點蠟燭 去紀念一個曾經屠殺過我們的日子 我們是要記住 這個政權曾經對我們作出一個 這麼無人道的屠殺 而這個政權正正 也是同時在統治我們 我們要打倒這個政權的目的 是為了保障我們自己的安全 捍衛我們本土人的利益 香港人你是要救回自己 所以我們今年的目標 除了是紀念六四之外 是要打到這個假的普選方案 推到一個偽的政權 作為香港人 我們認為香港是要自己救的 所以十八區我們今年自己遍地開發 每個香港人都應該站出來為自己去做 面對這個中共的政權 你應該是站出來捍衛自己的 捍衛自己的權益 保障你自己 打到這個中共的政權 自己香港自己救 多謝